大家好,有购买农历新年128或者是298配套的朋友们,请留意这一段焦煮视频 首先,当您开箱的时候,要注意,把食物马上放进冰格冷藏 终于等到了团年饭哦,那么我们要开始准备晚餐咯 首先,您需要一个大锅,大锅装三分之一的水,然后煮至水沸腾 当然,如果没有大锅,用小的锅,把食物分开一包一包的煮也没有问题咯 水滚了,我们直接从冰箱把食物拿出来,一份一份的放进滚水中 水继续让它滚,然后盖锅,设置时间45分钟 这时候啊,如果您也有购买盆菜,那么另一个锅就可以把盆菜拿出来,蒸45分钟哦 这里有个小缺步,如果您的锅也是这样的,那么时间剩下20分钟的时候 打开锅盖,放进荷叶包,可以这样一起蒸哦 45分钟时间到了,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食物哦 一整只的药材鸡,哇哦,好香啊,看到都想流口水了 再来就是这冬菇凤佐,冬菇凤佐的酱汁,小朋友最喜欢淋着白饭吃的哦 这是蜂肉,蜂肉具有药材的味道,非常的可口 配着白饭或者是我们提供的荷叶包,就是最完美的搭配咯 在这里,先预祝大家福气,安康,圆满,吉祥 我们下期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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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